每年股票市场中都会有很多大牛股,它们在未来一两年就可以翻几倍,甚至是几十倍。 很多人以为这些大牛股离它们很远,想买对它们就像中彩票一样, 但是却不知道这只是因为它们选股的方法不对,大牛股不但有迹可循,还往往就在你身边。 彼得林奇挑选大牛股的三个步骤,如果你能掌握并在实际生活中运用这些方法, 你将很有可能比其他人更早发现大牛股,获得丰厚的投资收益。 在世人的眼中,它就是财富的化身,它的著作是所有股民的宝典,它手上的基金是有史以来最赚钱的, 它被誉为全球最佳选股者,它就是彼得林奇,被美国时代杂志评为全球最佳基金经理, 被美国基金评级公司评为历史上最传奇的基金经理。 在1977到1990年间,它一直担任副达公司旗下麦哲伦基金的经理人。 在这13年间,它使麦哲伦基金的管理资产从1800万美元增至140亿美元, 联平均回报率高达29%,投资业绩超过同时期的投资大师巴菲特的27.31%。 1990年,彼得林奇在事业巅峰,急流涌退,选择回归家庭。 他开始总结自己的投资经验。 回顾投资生涯,他发现,自己在投资时就非常狂热地寻找能够让他投资升值10倍的股票。 他购买的第一只股票,飞虎航空,就是一只涨了好多倍的股票。 这只股票所赚的钱足够支付他读研究生的全部费用。 他时不时找到5倍股,10倍股,甚至是更为罕见的20倍股。 那他是通过什么方法找到这些大牛股的呢? 第一步是,在购物中挑选股票。 只要你用心观察生活,就有机会从中发现投资的线索。 当你每次逛街时,你都可以得到该公司商品的第一手信息。 无论是衣服还是袜子,玩具还是食品。 总之,最佳的投资对象很可能就出现在你的旅途中,在陪家人逛街的商店里。 只要你能够保持一半的警觉,就可以从中发现优秀的公司。 如果你正好就在这个行业工作,那你就更有优势了。 你日常的工作环境,正是你寻找10倍股的最佳地方。 例如,如果你是科技公司的工程师,购物中心的收银员,汽车销售员,你比华尔街的人更有投资优势。 你可能感到惊讶,这怎么可能? 其实,我们都拥有比外行人更了解某些行业的宝贵信息,并且这是华尔街还不知道的信息,或者不得不花费数百个小时的市场研究才能获取的。 思考一下,你喜欢和使用哪些上市公司的产品呢? 欢迎你在下方留言区告诉我。 70年代早期,彼得林奇在副达公司做证券分析员,通过参观全美各地的纺织厂,计算公司销售毛利率、市盈率,他对纺织行业有着相当深入的了解。 但是,他作为专业投资者所了解的信息,却没有能像他的妻子卡罗林提供的信息那样有价值。 他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纺织行业的上市公司,却没有发现Hennens这只大牛股。 而卡罗林去超市买东西时却发现了这家优秀的公司。 卡罗林没有必要成为一个纺织行业的分析师,就能认识到这种丝袜是品质很好的产品。 他所获得这一信息所做的只是去买一双连裤袜,然后试穿一下。 这种丝袜的丝线含有一种叫重磅深丝的材料。 这种材料更不容易发生抽丝,而且穿起来也很舒服和声。 但是他吸引消费者的主要因素是购买起来十分方便,因为你不用特地去大型百货商场,就能在附近卖口香糖的超市里买到它。 这个产品上市两三年后,你随便走进任何一家超市,都会发现它是最畅销的连裤袜。 从产品包装上,你可以很容易的发现是Hennens生产的产品, 然后你一查便可以知道,这是一家在纽交所公开交易的上市公司。 当卡罗林提醒彼得林奇要留意这家公司时,他马上对该公司进行研究分析, 发现他们的经营状况和发展前景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好得多, 于是他赶紧买入,后来他的股价上涨了六倍。 彼得林奇还分享了他是如何在吃饭或者逛街时, 发现了一些表现成功的大牛股的。 例如,他买汽车旅馆,是因为他的同事几乎每次出差都会住在那里, 他发现孩子们都喜欢苹果电脑, 而他去很多公司调研的时候, 发现很多工作人员用的也都是苹果的产品, 所以他很早就投资了这家公司。 他会带女儿们去逛街,但实际目的是在默默调研商店里的产品, 观察女儿对这些商品的喜爱程度。 有一次,他的女儿给他推荐了一家辣味餐厅, 但他忽略了,结果错失了一只大牛股。 还有孩子们很喜欢GAP牌的衣服, 但他起初并没有太在意, 结果这只股票五年涨了十倍。 他后来在回忆中很夸张地说道, 他女儿们发现牛股的能力超过了世界上所有的基金经理。 关于选股跟他女儿的故事, 还有一家公司,媒体小铺, 看卖沐浴露起家,很受消费者的欢迎。 当时,这家公司的每年收益增长率为30%, 他判断这种连锁模式可以维持这样一个增长率扩张。 最后选对了, 六年时间,媒体小铺股价上涨70倍。 他说,当你每次消费的时候, 其实就是在给优秀的公司投票。 既然你认为他的产品很好, 那自然也应该持有他更多的股票。 他自己就是通过这个方法抓到过很多的五倍股, 甚至是十倍股。 那是不是仅仅因为喜欢这个产品, 你就应该买他的公司股票呢? 这就要说到第二步, 查看公司的经营状况。 无论你是怎样注意到一家公司股票的, 不管是在办公室, 在购物中心, 还是从你的朋友那里听到的消息, 你都不应该将这种发现, 看作是一个股票买入的信号, 因为这还远远不到确信值得购买的时候。 在你还没有对一家公司的收益前景、 财务状况、竞争地位等情况进行充分了解之前, 千万不要贸然买入他的股票。 当你以这种方式寻找投资机会时, 你需要了解你喜欢的产品有多大程度影响公司的利润。 例如,我喜欢喝百事新出的柠檬口味可乐, 但是,该产品仅仅占了公司总利润的2%, 那么,购买百事可乐的股票对我们来说真的没有太大意义。 再比如,你在逛商场的时候, 会经常看到小米的线下商店, 你发现小米的电动牙刷很好用, 性价比又高, 身边很多朋友也在用这款牙刷。 但如果你仅凭这一点去买小米股票的话, 你要非常当心, 因为从小米的财报可以发现, 智能手机才是小米的主营产品, 占到了总收入的60%, 而电动牙刷仅仅是小米众多生活家用电器种类下的一个小产品, 占总收入可能还不到1%, 所以,如果你要买小米股票的话, 你应该从小米在智能手机中的行业竞争地位来分析, 而并不是因为喜欢它的电动牙刷而买入小米股票。 不做研究就投资, 就像不看牌就打牌一样危险。 第三步是了解公司的规模。 公司规模的大小与你想得到的收益有很大关系, 你感兴趣的公司它的规模有多大呢? 一般来说,规模大的公司股票不会有太大的涨幅。 虽然在某种市场情况下, 大公司的股票可能表现不错, 但是只有投资于规模较小的公司股票, 才有可能获得涨幅最大的投资收益。 你买入像可口可乐这种巨型公司的股票时, 很难指望两年后它的股价可以上涨5倍。 如果你在合适的价位买入可口可乐, 可能5年后你的投资会上涨2倍, 但是想要持有它短短2年内大赚一笔是根本不可能的。 在正常情况下, 这些市值规模高达几千亿美元的大型公司, 他们的盈利都不太可能快速增长, 从而使其股价在短时间内上涨10倍。 只有公司快速增长才能够推动股价上涨, 在其他条件都相似的情况下, 购买小公司的股票可以获得更好的回报。